深夜浅读 我还是抬手敲了门 这家里妈妈重男轻女 爸爸沉默寡言 哥哥向来疼爱我 她应该不会和他们一样 把我赶出家门的吧 来开门的是妈妈 她脸上堆着不太自然的笑容 香香回来了 我嗡了一声进门换鞋 就听她在旁边解释道 这雨大的 你爸爸一直没法出门 还想着等会儿雨小点了 再去车站接你 你是怎么回来的 打车吗 嗯 滴滴排到了 我换完鞋 看着旁边有三四双湿漉漉的 装作毫不知情地问她 你们出去了 妈妈瞧见了地上的鞋 眉头一皱 却还是找了理由 下雨前 我们在你嫂子娘家 刚回来就都弄湿了 我淡淡地呕了一声 拉着行李箱朝我的房间走去 屋门打开 里面堆着杂物 我站在门口望向妈妈 妈 这怎么回事 我妈扯了扯嘴角 一脸难为情 这不是家里东西太多了 你又不常回来住 所以就想着 先用来堆东西了 我之前的东西呢 我妈连忙拉开阳台的门 冲我说道 都在这儿呢 你嫂子都给你收起来的 我看着阳台上 那几袋子东西 装得乱七八糟 你的意思 还是谁的意思 这房子是我出的钱买的 我连一个房间 都不配有吗 妈妈垂着头 装作一脸无奈呀 嫂子在外头 只高气昂地喊道 谈香香 你买的房子了不起啊 这是要赶我走吗 你们都是一家人 就我一个是外人 我懒得跟他吵 直接推开了书房门 我哥在里面坐着打游戏 哥 我的房间 你们拿来堆杂物了 我住哪 我哥摘下耳机 看着我说道 等我几分钟 马上结束 我就站在那看着 他打完了那局游戏 起身走了过来 别生气 别生气 都是老妈和你嫂子 总说家里东西多 没地方 就堆你房间去了 这样 我和你嫂子出去住几天酒店 你住我们房间 哥哥说着又问我 你这次回来多久 要我说上海那么远你就别回去了 回家来在家边工作 一家人也好互相照看 这话我听过很多很多遍 以往我都会说 我专业不对口 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工作不说 找到了也是没有多高的工资 所以还是回上海 可这次我硬了下来 直接说道 我也这么想 这些年在外面飘够了 准备回来了 我准备常住 所以让你和嫂子去住酒店 肯定不现实 让妈他们收吧 那那个房间收出来住就行了 我哥正了一下 随后就说 收 让他们马上收 话音刚落 嫂子就嚷嚷道 往哪收 这家小的脚都下不去了 几人站着 谁也没动 僵持许久 我哥才说道 你们不收我来收 说着就要往屋里走 我妈一把拽住她 你知道怎么收吗 就你收 我瞧着我妈 也不纠结收不收的事情 不收也行 我之前买的那套公寓 不是空着的吗 要是给我 我过那边去住 我朝我妈伸手 她迟迟没反应 我看看 她又看看我哥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哥难为情地说道 香香别生气 那套公寓 现在是你嫂子的弟弟 在住着 你过去不方便 哦 那不是还有一套 江阳花园那套 要是给我 几人也不为所动 沉默了很久 没说话的我爸 这时也悠悠开口了 香香 你这是回来 要房子来了 还是说 朝大家显摆 这几套房 都是你买的 我差点气笑了 爸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吗 我在这里问了这么多句 我住哪儿 你一声不吭 我自己安排 你吭声了 还说我显摆 我还没见谁显摆 自己买了三套房 无处可住的 几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但谁都不说话 我知道 他们就是想把失业的我赶走 我也不屑于和他们挤在这个房里 但既然他们不人 那也别怪我不义 既然这么想赶走我 那就彻底一点 都不说话 是什么意思 赶我走 是吗 父母大哥都闭嘴 嫂子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没见谁家小姑子 三十多岁了不嫁人 还住哥嫂家里的 偶尔住就算了 失业了 你准备一直住这里 你自己心里不该有点数吗 我轻笑一声 语气不爽 轮不到你说话 我问我爸妈和我哥哥 嫂子被凶 哥哥当场黑了脸 回头看着我 语气也很不爽 谭香香 我可以惯着你 他没有义务惯着你 麻烦你对他说话客气点 我瞧着他笑道 我对他没意见 还不是因为你不说话 谭凯 三套房我买的 一套你做婚房用 一套你小舅子住 你一个既得利益者 在这儿装什么 有本事 三套房都还我呀 带着你媳妇和老爹老娘出去住 我说完 谭凯的脸色差到了极点 他还没说话 我爸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立声呵斥我 谭香香 你放肆 我不理会他的大声呵斥 冷静地说道 我再问你们一遍 是不是三套房子都没我的住处 是 这话是我妈回的 我点点头 望向他们 这么说 你们要和我断绝关系 对吧 他们沉默着 我沉声说道 行啊 既然如此 那咱们今日就断绝关系 从今往后 我谭香香 无父 无母 无亲人 我拉着行李箱出了家门 订了个酒店 先住进去 打电话给律师朋友咨询 三套房我全款 写了别人的名字 是否能要回来 他问我有没有赠予协议 包括口头协议 我说有一套 我说过是孝敬父母的 给他们养老住 其他没有 律师说 那这套可能不好彻底要回来 我问是不是把名字改成我的都不行 律师说 产权要回来是没问题的 我直接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聘请他做我的律师 我要把三套房子都要回来 挂断电话 我心里空荡荡的 像是心口被弯了一块 从高中毕业 我勤工俭学 到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 买了这三套房 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 原先我计划的是一套 给父母养老的 一套我准备自己回来住 另一个准备出租赚点钱 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 可我的父母 霸占一套还不够 他们就算是把我给他们的那套 给了弹凯 我都没那么生气 他们是想三套都占了 把我赶出家门 就因为我失业了 我拿出手机 看了看自己银行卡里 那一三后面的七个铃 哭着哭着就笑了 这有什么 我还有钱 我这辈子躺着花花 到死都花不完 我洗个脸 去餐厅吃了个饭 回来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早的 我就跑到了 金陵湾别墅的寿楼处 这是我们市里 最贵的别墅区了 经装修七百多万 刷了一套 我拎包入住 又请了个保姆 每天做做饭 打扫一下卫生 就这样平静地 过了半个月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刚接通就听到了 她咆哮的声音 谭香香 你疯了是不是 竟然告我们 我轻笑了一声 刘女士 你是谁 我告的是谭凯 霸占了我买的三套房子 那可是我全款买的 谭香香 你翅膀硬了 闹点矛盾你 竟然还想上法庭 好啊 我也去告你这部笑女 你真以为 你几句断绝关系 就能断了 你哥说了 现在法律上 没有这么一说 你只要没死 都得给我们养老 好啊 那你就去告啊 只要你告法院判多少 我给多少 我听说 一个月给个几百块就行的 我不是给不起 对了 听说还可以给物资 我到时候 买五百块的卫生金给你 法律也是认可的 你去告 我妈被我气得半死 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你个贱丫头 你给我等着 你哥回来看到律师函 不打死你 你让唐凯来 我等着 挂掉电话 隔壁邻居端着水果上门 是个比我年纪稍带一点点的姑娘 看着有点眼熟 你好 我是隔壁邻居 叫顾莹 我恍然反应过来 她是我们市的电视台主持人 你好你好 我是谭香香 快进来 她摆了白手 不了 我就是过来和你打声招呼 我们同学聚会在我家 一会儿怕吵到你 请多见谅 我笑了笑 没事的 她看了看我笑道 哎 你年龄和我们也差不多 要不过来一起玩 我一开始以为 这里住了年纪大的长辈 我想拒绝 奈何她热情又自来熟 拉着我就走 家里有保姆在 我也没管啥 我说去换鞋 她也说没事 就这样穿着拖鞋去了她家 进去时 她家屋里已经做了好些个人了 她介绍了一句 我是她邻居 大家都是成年人 很快就聊了起来 一起烧烤 我是没想到 这顾莹 竟然是我大嫂的同学 她和谭凯一起来的 进来瞧见 我就直接冲了过来 谭香香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微笑着 看她张牙舞爪的模样 顾莹不知我们的关系 拉过大嫂李娇 开口准备介绍我 可李娇嘴快 她看着众人说道 这就是我和你们吐槽过的 我那个年纪大不嫁人 还失业回家啃老的小姑子 真是对不住 没想到她竟然跟踪我们 在场的人都知道 我是顾莹亲自拉过来的邻居 既然是邻居 那就是住在这个别墅区里 这俨然和李娇口中的我 不相符 大家都面面相去 顾莹看向我 询问道 你们认识 我笑了笑 真是巧 这是我大哥大嫂 没想到你们是同学 顾莹是东道主 笑呵呵地说道 可不就巧了吗 李娇 谭香香不是跟着你们来的 她是我邻居 我想着 大家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 便喊过来一起烧烤了 谭凯和李娇 都是一脸不可置信 什么 她是你邻居 怎么可能 顾莹不知道这话怎么接 看向我 李娇也看向我 谭香香 你不是失业了吗 你一个人租房 还租别墅住 没租 我买的 李娇文言 哈哈大笑 怎么可能 你不是买那三套房 掏空了 还被公司辞退了 你那里来的钱买 还买别墅 你莫不是被赶出家门后 有了妄想症 我是辛辛苦苦 上班十来年 买了三套房 你们也知道我掏空了 所以就肆无忌惮地霸占三套房 听到我辞职回家了 就迫不及地把我赶出家门 没关系 我已经请了律师 那三套房 我会拿回来 所以麻烦李女士和谭先生 早点去买自己的房子 别到时候被法院判下来 强搬走没地儿住 一席话下来 在场的人就开始怯怯思语 更有甚者直接问李娇 李娇 你不是说你公婆 给你们买的三套房子吗 还天天吐槽你 小姑子又懒又丑 快笨似了还不嫁人 还说人失业了回家啃老 真是不要脸 你这 我听着笑了 原来你是这样在后面颠倒黑白的呀 没关系 刚才刘女士给我打电话来了 说是她收到律师函了 你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 人家的同学聚会 我们在这里喧宾夺主 在人家家里吵架实在是不好 我懒得和他们纠缠 看向顾盈说道 顾女士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好好玩 等空了过来我家 我说完就要走 李娇一把拽住我 谭香香 你说清楚 买别墅的钱哪来的 是不是你妈给的 我看看 她又看看唐凯 淡淡道 只有你老公有吗 我没有 说完我甩开她的手 离开了顾盈家 李娇和谭凯追了出来 看着我进了别墅 也想跟进来 我直接把大门从里面锁上 请的保姆 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叫杨青 她设恐 瞧着这对夫妻 她比我还害怕 我笑了笑 不怕 把你身份证号微信发我 我准备出去旅游几天 你一起 杨青愣了一下神 我刚工作 没钱旅游 我笑了笑 我带你出去 自然我出 吃喝住行跟我一起 那咱们去哪里 我想了想 上班这么久 我从不敢奢望 自己能有闲钱 有时间去旅游 一时间静也回答 不上来去哪里 回头问她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她说道 想去西南小镇 那行 咱们就去 迅速订了第二天的机票 她给家人打了电话 说了出去旅游的事情 她家里人 还有些担心 怕我带她去搁腰子 我哭笑不得 她回答说不会 可别说 我和她刚认识半个月 就说带着她旅游去 真是有一定嫌疑的 小姑娘 看着不是多话的 我同她说道 旅游是临时起义 外面那俩人 是我哥哥和嫂子 我彩票中奖了 辞职回来了 小姑娘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倒也没有问中多少 我继续说道 我爸妈重男轻女 他们只听到我失业回来啃老 就把我赶出来了 我原先买了三套小房子 可是现在一套他们住着 一套我嫂子弟弟住着 一套他们空着把也没说 但我就是无处可去 本来辞职回来 我是想着我有钱了 可以带着他们过好日子了 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躺平了 可谁知道 只有我把他们当家人 他们把我当骂了 我说完之后 杨青也不太会安慰人 只是淡淡说道 虽说是家人 但亲情不被珍惜 也没必要坚持 不过是给别人 欺负自己的理由 我笑了笑 你说得对 所以别担心 我不是会割腰子的坏人 杨青被我逗笑 李娇他们扒了一会儿 就回去顾迎那边 继续参加同学聚会 换我的话 就没脸回去了 一直到傍晚 他们聚会才结束 我见大家都开着车离开 只有李娇和弹海 是走着下去的 大家散了之后 顾迎就来了我这边 我让杨青泡了杯咖啡给她 她说为今天的不愉快 感到抱歉 这哪能怪她 要说抱歉 也是我说 谁知道 还能这要巧地遇见李娇 但想到李娇唐凯知道 我现在住的地方 按照他们的尿性 肯定会找来 我提前和顾迎打了声招呼 我家人应该会上门骚扰我 我会在物业里面 发他们的照片 不让放进来 但我大嫂 可能会报你的名字找你 顾迎沉默了片刻说道 谭小姐放心 他们不在我的受访名单里面 多谢 当天晚上 应该是谭凯他们回家说了 我妈的电话又进来了 开口就问 谭香香 你哥哥说 你买别墅了 你什么时候瞒着我们买的 哪里来的钱 与你们有何关系 说着我就挂完电话拉黑 刚拉黑完 一个谭凯的微信就进来了 谭香香 你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 竟然拉黑爸妈 我回复他 你有教养在家啃老 还霸占我买的房子 还我房子 废物难 谭凯应该是破房了 给我打视频 我顺手把他也拉黑了 全家人的电话 微信拉黑之后 我在物业群里 发了他们四个人的照片 叮嘱道 这四个人 请大家不要放进来 第二天早上 我和杨青就飞往春城 因为拉黑了糟心的人 完了半个月 都没人打扰 杨青拍了Vlog 晚上再做剪辑 谭总 你介意露面吗 不介意 他黑黑一笑 埋头剪视频 我沉沉地睡了一觉起来 他视频报了 我们双双上了热搜 下面的评论 清一色的神仙老板 这就辞职去做保姆 小姐姐 你问问你老板 还需不需要厨师 我做饭很好吃的 你老板家还去花酱吗 我专业对口 网友们热聊得非常开心 账号疯狂涨粉 他看着我有些不安 谭总怎么办 我笑了笑 什么怎么办 好事啊 接住这颇天富贵 你做账号吧 他抿了抿唇 那收入我和你分 就我现在的钱 其实没想和他分什么 但他目前和我很合得来 做饭也好吃 我只是有些担心 你不会辞职吧 不知为何 我这句话出来 他扑吃一笑 我也笑了 怎么可能 除非你辞退我 我笑了笑 那咱们回去得单独签一份合同啊 账号收入你自己留着 你别辞职就行 不辞职 但账号视频主角 可是老板你爱 你不分钱怎么行 不管多少 咱们分 成 不辞职就成 无心插柳柳成音 我俩都很开心 事情一直发酵到晚上 有人转发 且评论抨击我 不孝女 拉黑父母凶嫂 自己已经有一套别墅了 还在让律师去打官司 抢房子 营造好老板人设 被地里是个黑心肝的 网友爱起哄 早上爆红 晚上翻车 瞬间就让网友 嗅到了瓜味 就像那地里的茶 纷纷出动 杨青没想到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没在意 谭总怎么办 杨青不是叫我谭总就是老板 他非说这样正是 我一听他喊 就感觉自己还在上班 没事 先不要回应 让他们蹦跶一会儿 于晴一直发酵到了第二天 有几个账号 在转发评论打脸这个人 我翻了翻 是我原先的同事 他们都在帮我澄清 说我工作上特别拼 在上海租房子 都舍不得租一千块以上的 每个月的工资都攒了起来 在老家买了房子孝敬老人 据他们所知 我买了三套房子 都在父母的名下 所谓的抢房子 只是把自己的东西 要回来而已 不过聊聊几句 被淹没在了数万评论中 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整理了这些年的所有打钱记录 我用杨青的账号开了直播 网友纷纷涌进直播间 从我大学勤工俭学 到后来转账买房各种记录 全都放了出来 网友还猛圈中 我在直播中说道 我辞职了 和爸爸开玩笑说 我失业要回家啃老了 我父母吓得当天 就把我买的三套房 都过户给了我哥哥 我回家之后 三套房 我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我是当天被赶出来的 大家可以听录音 有人质疑录音的真实性 说怎么有人随便就能拿出录音 更像是有备而来 我回复他 因为我给爸爸打电话 让他接我 一下午都没来 我自己淋着暴雨回去 到门口正好听见他们聊天 嫂子抱怨过户那么急 害他被雨淋 妈妈说 还不是为了他们好 不然我失业回去了 那三套房子 他们是不是愿意还我 我嫂子还说 让我出去租房子 他不习惯和小姑子住 对了 三套房 其中一套是公寓 那个家里没我位置 我说我去公寓 但是我公寓住着我嫂子的弟弟 凭什么呢 就因为我是个女儿吗 我凭什么 要把辛辛苦苦赚了十多年的钱 白手送人 是家人是亲人 我才可以给 既不是了 我当然是要要回来的 在这里也说一句 如果有与我相同遭遇的女孩子 请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小时候都得不到的爱 长大后 也不是用钱能够买回来的 别像我一样傻 一直一直花钱 以为用钱就能换来亲情和爱 最后给我们的 不过是失望 评论里有人问别墅怎么回事 我笑了笑 本来想着才不外露的 但也无所谓了 上天眷顾 运气好 买了张彩票中奖了 我之所以辞职回老家 其实是想拿着钱 带着他们一起好好过的 是他们嫌弃我 是个失业的 话出来之后 评论区都被卧槽铺满了 还有人在刷豪爽豪爽 这才是真正的报应 我回复之后 微信的家族群里 出现了讨伐我的声音 香香 你这可真的太过分了 中大奖了 就算计父母 把他们甩出去 小姑娘这么有心机 可要不得 说话的是我大姨 我在群里说道 大姨没心机 早些年借走的十万块麻烦 早点还我 你好心 那你买三套房给舅舅啊 怎么不见你买 三套房子我买的 我连一个房间都不能有 当我什么 谭凯在群里质问我 怎么就是一个房间都不能有了 我甩手就把录音丢群里 诸位 按说我和他们断绝关系 和你们也就不是什么亲戚了 这群 我就不呆了 另外欠我钱的几家麻烦 在一个月内凑好钱还我 不然我依旧会找律师起诉 从我这里拿出去的 一毛我都会收回来 谁家想替他们四个人打抱不平 那就麻烦你 先把他们接去你们家 把我的房子腾出来还我 我就撤诉 一顿输出之后 我退了群 我和杨青还在旅游 我们又去了一趟海南 不知是谁之招 我妈还真去法院起诉我赡养他们了 但是很可笑 她还没到需要赡养费的年龄 被法院驳回 到时我起诉他们要回房子的判决下来了 三套房子都要求还给我 一个月内完成过户 谭凯拖着不过户 我直接让人天天去他公司赌他 要是不敢 我就搅黄他工作 我爸和我妈 瞒着谭凯和李娇 来别墅园区找我 保安不让进来 俩人竟然跪在了门口 物业经理觉得这样影响形象 给我发信息 我出去见了他们 老两口阴沉着脸 我妈妈习惯了 张口就想继续骂我 被我爸按住 她望着我问道 香香 都到门口了 不请爸妈进去做做吗 我讥笑一声 觉得好生讽刺 不必了吧 就像我在你们家里没位置 这里是我自己的家 也没你们的位置 我爸沉默了下去 我妈咬牙切齿地问我 是不是就是不想让我哥哥好过 我有些不解 如何是让他好过 给他当一辈子的血包 这么多年了 我还做得不够多吗 还要让他如何好过 我语气凶狠 我妈色缩了一下 你那么心疼他 你去卖血呀 你卖血养你好大儿子去 别来扒拉我 我看着你们就觉得恶心 谭香香 我们生你养你 如何对不起你 生我 生我下来伺候谭凯 我出生就是为了给谭凯做保姆 养我 谭凯穿的衣服丢给我 高中结束后 我就是自己赚钱读书了 你们不记得了 我那会儿穿着谭凯的旧衣服 被同学嘲笑 找你哭你不记得了 我都记得 我有钱的第一时间 是想回来 让你们都过好日子 可我说我失业的那一瞬间 你们是想着 怎么把我赶出去 你们也配说 生我养我 让谭凯赶紧过户 不过户 我搞黄他工作 李娇也是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聘了几个花壁大哥 每天陪着谭凯上下班 他们只等我一声令下 就让谭凯被开除 过了半个月后 谭凯撑不住了 被领导谈话 不得不喊我去过户 我没出面 让律师代劳 三套房子都换成了我的名字 过户后我才知道 学区房住着的是嫂子父母 公寓住着的是嫂子弟弟 我的亲生父母 就是连儿媳妇都不如 也是 儿媳妇是他们儿子的心尖尖 我是什么 是他们的奴才罢了 我丝毫没客气 派人强迫他们搬了家 谭凯小舅子和岳父岳母 被赶出来之后 李娇和谭凯大吵了一架 闹着要离婚 说起来也是很有戏剧性 花壁大哥问我 卖不卖二手房 他想要买一套 也看过我 父母他们现在住的那个 离医院地铁都很近 我打了个折卖给了他 过户之后 他迅速地就带人 把我爸妈和哥哥嫂子 都请了出去 四人无家可归 想来投奔我 避免物业那边难做 继续聘请花壁大哥 在门口守着 守了几天 他们没见到我 回了老家 嫂子闹着和谭凯离婚 谭凯失手杀了李娇 被警局带走 老两口哭天喊地地 去求李家人谅解 但李家不愿意 最终谭凯被判死刑 老两口听到消息后 直接晕了过去 后续的一切 我都没有再关注 或许等他们 需要赡养的时候 起诉我 我也会依法院 判决给他们五百块 可是失去了儿子 他们还能不能 活到那个时候 谁知道呢 而我带着杨青 开始了我的 全球旅居生活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和陆子豪 是大学时恋爱的 第一次发现 他是妈宝 是参加完毕业聚会 当时陆子豪喝醉了 我们打车回学校 他在车上 给他妈妈打电话 妈妈 我没有内裤穿了 家家买得不舒服 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 因为没有内裤穿儿和妈妈 应应应的撒起娇来 当时我只当他是喝多了 除了觉得有些好笑 并没想太多 因为他清醒的时候 是一个成熟贴心的大暖男 处处宠着我 毕业没多久 我们就领了证 我跟他回了老家 一起考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他对我也确实挺好 经常给我做饭 主动承担家务 只是 偶尔听见他 和他妈包电话粥的时候 我对他那个 阴阴阴的语气 会感到有些不适 对此 陆子豪解释 他父母离一早 早年他妈得过抑郁症 还被家暴过 一听到男的大声讲话 就会害怕 所以 他要温柔些 我对此表示理解 只是没想到 接下来的半年 我们会频繁吵架 而且都是因为他妈 宝贝 我妈刚才叮嘱 让咱俩别太频繁 身体重要 一周一次就够了 亲爱的 这套护肤品 我妈挺喜欢的 你能不能委屈下 先用原来的 老婆 我妈说 盛世华亭两居是挺好的 要不我们还是买那里吧 最终 两家人凑钱买了个小两居 搬进新家不久 我们终于有时间去度蜜月 而我老公却跟我说 家家 蜜月旅行能不能把咱妈也带上 我们为此又吵了一架 事后他 归在我面前掉眼泪 求我体谅他 最终我妥协了 七天的蜜月 我光看着他们娘俩 亲亲热热地聊天了 我全程话都插不进去 每到一个地方 婆婆只要见我一张嘴说话 不是转移话题 就是指使我去买着买呢 而我老公 则是全程装下 我以为这已经够过分了 但万万没想到 比这更过分的还有很多 结束蜜月 回到家那晚 我老公突然端着一盘 切好的水果 特别殷勤地凑到我身边 老婆 吃水果 他摇头摆尾 像只小奶狗 放下水果 就开始往我身上捻 天真如我 还以为他在为蜜月里的不愉快 跟我卖萌讨好 老婆 嗯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 我心里隐隐觉得这伙不对 果不其然 一开口 差点把我送走 我妈说 他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太老了 要不咱先把他接过来住一段时间 听到这话 我真想一巴掌呼他脸上 我们领证前 有过约法三章 其中一条 就是不和双方父母同住 所以 我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 当晚 我们又大吵了一架 我一气之下 收拾东西 跑去住了酒店 吃了很多东西 等我渐渐冷静下来 越想越生气 凭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妈 第二天一早 我头晕脑胀地醒过来 第一次动了离婚的念头 可没成想 我吃坏了肚子 起床后就开始上土下泄 感觉自己快要拉虚脱了 最后 我只能打了120 然而到医院一番检查后 医生满脸笑容地告诉我 姑娘 你已经怀孕三周咯 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病房里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我要当妈妈了 我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 那一刻的心情无比复杂 说实话 我当时很没出息地 收回了离婚的念头 我想给腹中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最后 我忍不住 在狗男人打电话找我之前 一个人回了家 我决定要好好和他谈谈 因为我觉得 他妈妈和他的态度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感情 我不想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影响到将来孩子的成长环境 然而一打开家门 我发现了门口多了一双陌生的女士拖鞋 当时 我心里猛一咯噔 感觉浑身的血一下子都凉了 从门口乱糟糟的拖鞋 到乱丢在沙发上的睡裤和行李包 我每走一步 都能发现让我神经崩溃的细节 最后 我闯进了主卧门 我老公陆子豪 只穿着一条内裤 正殷勤地在床上 给他妈揉着小腿 妈妈 搬家累坏了吧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第三者 哪怕明明 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我婆婆见到我 先是错愕了一下 随后 笑嘻嘻 慢悠悠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家家 你回来了 好好都着急坏了 再说了 你一个女人 结了婚 还一个人出去住酒店 万一被人家看见 传出去多不好听呀 我当时差点气吐血 这是再拐着弯 骂我不检点呢 这颠倒黑白 寒沙摄影的功力 我至今想起来 都替当时毫无还击之力的自己 捏了把汗 我老公连连点头 丝毫不关心我的心情和健康 只顾着附和他妈 家家 妈妈说得对 你以后可不能这么任性了 要不是有孕在身 我真的想撕烂这娘俩的嘴 陆子豪眼看着我快要爆发 连忙将我拉到旁边的小卧室 家家 我妈妈说话直 你别多想 陆子豪 我怀孕了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我们有孩子了 陆子豪明显很惊喜 但我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沟通 刺卧的门就被他妈推开了 他应该是在门外听见了 一把将我老公从我身边扯开 眉飞色舞蹈 家家 你真的怀孕了 太好了 多久了 想吃什么 妈这就去给你买 说真的 他那个惊喜的态度 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都被他洗上眉梢的样子 给吓到了 去去去 臭小子 从今天起 不许你烦家家 怀孕了可得好好养着 当着我老公的面 我婆婆挺直了腰杆 理直气壮地说 家家 从今天起 你一个人睡在这间房里 怀孕了一定不能乱来 妈妈先和好好挤挤 等孩子生下来 妈妈给你们带孩子 让孕妇一个人睡 狭小地刺卧 婆婆和老公一起睡主卧 我老公当即表示 妈妈说得对 家家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我当时就觉得哪里不对 但我婆婆蛇灿莲花 说得天花乱坠 嘴笨如我也没找到反驳的理由 这样平静地过了两个多月 那天我们正在吃早餐 婆婆突然对我说 家家 等下你跟我去趟医院 咱家有个亲戚在医院工作 正好帮你看看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但我我一听就觉得很别扭 陆子豪还有她妈 此前没有明确表现出重男轻女的迹象 但此时的行为就是重男轻女啊 我问婆婆 妈 你看这个干什么 她解释说 家家 我是想提前给孩子准备东西 知道男孩女孩 这不方便给孩子选东西吗 我老公笑嘻嘻地附和道 对呀 家家 你不是想给孩子买婴儿车吗 知道男孩女孩了 也好选颜色呀 还是妈妈有远见 家家 你可千万别多想 男孩女孩妈妈都喜欢 哎呀 我就是太盼着这个孩子了 所以才想着查查性别 为了这事 我给那个亲戚 还送了两条一千多的烟呢 他们俩一唱一和 把我的嘴堵得严严实实的 尽管我心里各种不舒服 但还是没有拗得过这俩人 而且 他们也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当天上午在医院做完必钞 他娘家的那个堂直 告诉我是个女孩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身为母亲 不管生男生女 我是一样疼的 但陆子豪和他妈 肯定会不开心 让我意外的是 他们娘俩知道结果后 高兴坏了 尤其是我婆婆 一直在说 女孩好女孩好 周围来做检查的人都听见了 一直夸我有福气 还有我老公也是 欢天喜地地去上班 顺带着还买了喜糖 说现在也三月了 要跟他同事公开我怀孕的消息 讲真 那时候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谁不希望自己腹中的骨肉 能多得到一些爱呢 从医院出来后 我婆婆激动地 撇下怀孕的我 一个人去庙里烧香 说要求佛祖保佑孩子顺利出生 我傻乎乎地相信了 婆婆和老公的话 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回到家 看到了那一堆 让我汗毛倒树的东西 那天我一个人回家 收拾屋子时 看到了婆婆的行李箱 我很少碰她的东西 但那天我鬼使神差的 顺手就打开了它 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满满一塑料袋的葬红花 而旁边是用葬红花 堕胎的药方子 一股子浓郁的酸甜味扑面而来 我拿起那方子一看 整个人都傻住了 对葬红花 我可一点不陌生 我老姨家那边盛产着玩意 小时候给我家送过不少 以前 我们村里有的孕妇想留掉孩子 不舍得去医院 就直接拿红花泡水喝 或者直接加在汤里 用不了十天半个月 孩子准没 有些不熟悉药性的 吓得猛了 几次服用下去 不仅孩子没了 连自己都能送走 我婆婆这个年纪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这东西的威力 这是孕妇的大忌 最最最重要的是 我天生子宫碧薄 刚开始知道怀孕的时候 我们三个一起去医院做检查 陆子豪和他妈都在场 医生明确告诉我 姑娘 你这个体质一旦流产 是急损伤子宫的 稍有不慎 以后可能就生不了孩子了 医生言犹在耳 可这么大一包红花 就这么明晃晃地 放在卧室行李箱里 我老公看不见吗 他一定是知道的 联想到他娘俩今天 这么急着 带我去查孩子性别 意图不言而喻 趁婆婆还没回来 我把一切都复归原位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走出了我们的卧室 那一刻 我才深深地明白 在妈宝南的世界里 连自己亲生孩子的性命 都得他妈说了算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 趁着我月份还不大 趁着我婆婆 还没有对我下手 本能的恐惧 让我一丝犹豫都没有 我换了衣服和鞋子 然后翻出一些重要的证件 拿上车钥匙就出了门 一路上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 都湿透了 我没敢直接回娘家 我是单亲家庭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走了 我爸身体不好 我就这么唐突地回去 他肯定会看出什么 想来想去 我去了一个比较要好的单身女同事那里 我刚一到他家 就接到了婆婆的夺命连环口 佳佳 你去哪了 妈妈买了你最喜欢的猪蹄和烧海参 你什么时候回来吃 要不妈妈去接你吧 你这个孩子 怎么怀着孕 还敢一个人开车呢 多危险呀 我当时惊魂未定 整颗心都悬着 根本听不下去任何话 我婆婆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催我赶紧回去 最后见我不答应 说话的语气变得很凶 像变了个人 挂了电话后 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了 像是被抽了金 整个人瘫了下去 同事王林 见我反应不对 脸色古怪地盯着我 小家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 去医院看看 我没事 林林 麻烦你了 这段时间 单位里不少人都传你 要离婚了 你今天这么匆忙出来 是不是你老公又欺负你了 我一听这话 心里猛一咯噔 都在传离婚 我和老公是会吵架 但从没对外说过要离婚 怎么会有这种传言 王林见我一头雾水 也跟着发猛了 在我的再三逼问下 王林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咱单位里有人和你一个小区 就隔壁楼的范姐 她说你们小区的人都传遍了 你跟你老公吵架后 跑出去跟别的男人开房 好几天夜不归宿 还被你们小区 在酒店上班的大妈 撞见过好几次 王林见我脸色不好 试探性地凑过来问道 小家 我觉得你不是这种人 这是有人故意污蔑你吧 我听到她这么说 脑子里轰的一下炸开了 两个多月之前 我只是和鹿子豪吵架 赌气出去住了一碗酒店 这事儿除了我自己家里人 没其他人知道 王林 你还听说了什么 都告诉我 王林大概被我的态度吓到了 她轻轻抿了抿唇 慢慢说到也没什么了 就是这些 哦对了 他们应该 应该都是听你婆婆说的 小家 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小家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是不会信这些谣言的 我当时真的气疯了 难怪 在单位有一些老人 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我还傻乎乎地以为 是自己工作没做好 感情是我的婆婆 在败坏我的名声 我不明白 陆子豪他妈 为什么要这么做 败坏儿媳名声 主动往亲儿子头上 扣绿帽子 好吗 我被王林安抚了一番后 渐渐冷静了下来 王林说 小家 你老公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否则这种事 他怎么不出面 他一番话点醒了我 但我仔细一想 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陆子豪和他妈 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究竟是想干什么 在王林家住了两天 我下定决心要离婚 回去的路上 我接到了医院来的电话 我爸出事了 几天前 我爸还在和我商量 把他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转到我名下 再见面 我爸已经躺在了太庭间里 那天 我在医院里 握着我爸冰凉的手 第一次哭到绝望 医生说 我爸是心脏病复发 情绪过激 引起了高血压并发症 通俗点说 就是被活活气死的 送来医院的时候 人就已经不行了 而送他医院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婆婆 还有我老公陆子豪 一想到我爸是他俩气死的 我就心里堵得慌 大脑极度缺氧 那天在极度气氛之下 我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便晕倒了 等我醒过来时 病房里只有我自己 医生告诉我 我昏迷导致子宫强烈收缩 引起流产 孩子已经没了 我的孩子 在我肚子里 仅仅存活了三个多月的女儿 就这么没了 据护士说 我老公 自始至终都没来看过我一眼 这下彻底碎了他们的意 多么讽刺 出院后的那段时间 是我整个人生最黑暗 最无力的时光 而从前最爱我的那个男人 已经联合他妈 提前请好了 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彻彻底底的撕破脸 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 更猛烈 当时 我正在我爸留下的房子里 养身体 那俩贱人请的律师 联系到了我 律师告诉我说 因为我的出轨 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他们辛辛苦苦地 照顾着我这个孕妇 结果我不识好歹 出去和情夫私混 不接电话 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 是被我的所作所为 给气死的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后 他还说 如果我也想尽快离婚 就必须要净身出户 也就是说 婚后那套房子 要归陆子豪所有 我们俩一起买的车子 也要归陆子豪所有 更让我觉得恶心至极的是 我爸爸去世前 住的那套房 陆子豪也要求我 和他一人一半 他们在拿不出任何 我出轨证据的前提下 不知廉耻地提了 这些强盗要求 我当即给陆子豪打电话 结果直接呼叫 转移到了他妈那里 他妈在电话那头 格外嘚瑟 像你这种不干净的女人 谁家娶了你谁倒霉 你以后不用找豪豪了 她的事 我说了算 老太婆用尽了恶毒的言词 在电话里百般羞辱我 而我之后 换号给陆子豪打电话 依旧联系不上 我那个妈保老公 就连离婚 都是他妈一手包办的 打官司的过程 我就不细说了 总之很恶心 也很冗长 因为之前 他们污蔑我的风言风语 我在离婚官司里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花了整整四个月 付出了一半的房产 以及为数不多的积蓄 才摆脱了那对母子 我始终想不明白 陆子豪以前很爱我的 为什么会伤害我到这种地步 伤心了好久 我下定决心要报复他们 他们凭什么这么伤害我 想了好些天 我也没想到 治他们的法子 巧的是 有天晚上我下班 陆子豪那个妈宝送上门了 说真的 我当时心里只有报仇一件事 那会整个人跟魔正了似的 状态很可怕 白天加班工作 晚上策划报仇 当时我刚走到单元楼下 满脑子想的 还是怎么报仇 结果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酒气熏天的男人 上来就抱住了我 家家 我真的好难受 我好想你 我当时吓得魂都快飞了 一瞬间 后背湿透 是我前夫 陆子豪 他喝得醉熏熏的 俩眼像哭过一样 站都站不稳了 抱着我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 他在发抖 紧接着他一下子跪了下去 抱着我的腿 一边哭一边说 老婆 我好想你啊 我没听清他在说什么 应该都是些很恶心 很肉麻的话 他以前就这样 吵架过后 跪在我面前服软 心软得 我总会原谅他 可如今我不会了 但为了报仇 我标起了眼计 我也跪在了地上 并且伸出手抱住了他 陆子豪显然没想到 我会这样 他身体有一阵明显的僵致 随后抱我抱得更紧了 他把头埋在我的肩上 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句 家家 对不起 我错了 此时正是套话的好时机 我试图把他的手 从我的腰上掰开 却无意间摸到他左手无名纸上 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戒指 满打满算 我跟他离婚才一个月 这么快就找到新欢 还带上了婚戒 这么看来 这个狗男人 很可能在离婚前 就和别的女的勾搭上了 既然你有了新欢 为何还要来找我 我正纳闷时 他妈打来了电话 陆子豪瞬间清醒了 一下子从我身上弹开 接通电话 妈 没事 我快到家了 出去和几个兄弟喝酒了 我隐隐听见 他妈在电话里骂他 你个熊孩子 都几点了 人家男男都等了你半小时了 马上给我滚回来 我心里忍不住冷笑 不愧是妈宝 他妈的话 比醒酒要都好时 家家 对不起 他眼睛里有明显的愧疚 随后 跟个贼一样落荒而逃了 但我牢牢记住了 电话里提到的那个名字 男男 后来 我在陆子豪的生活圈一打听 果然打听到了那个女孩 那姑娘是陆子豪上级单位一把手的女儿 叫孟男 三十五了 一直没结婚 直到遇到陆子豪 从陆子豪到那个单位上班时间算起 认识一年不到 据说 这俩人已经领证了 王林有亲戚跟那姑娘一个单位 他告诉我 那女孩长得特别难看 而且生不了孩子 否则早嫁出去了 王林还说 陆子豪已经升职了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他妈逼的 我只能说 他是真听话 真豁得出去 我无法原谅陆子豪 无关孝顺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婴 那时候的我 没钱也没人帮忙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从陆子豪的那个新欢下手 那段时间 从来不善交际的我 用了两个周时间 和单位里所有大叔大妈 各种老油条大喇叭 混成了好朋友 靠人情事故和各种手段 打听到了那个女孩的工作信息 和家庭信息 那个叫孟楠的女孩 原来也是一个可怜人 她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好像是什么染色体缺失 导致相貌异常 但她人很聪明 和正常人一样读了大学 她在大学里谈过一段恋爱 被男人骗财 后来被劈腿 精神受了刺激 在家自杀未遂 当时 吃的药给她留下了后遗症 好像是什么免疫方面的毛病 妊娠的话 要冒很大的风险 她爸妈只有这一个女儿 自然是舍不得的 她大概也想不到 如今爸妈 为她千挑万选的丈夫 其实也是一个人渣呀 是时候让陆子豪的好日子到头了 于是我忍着恶心 试着联系了陆子豪 果不其然 她上钩了 春节前 我约她在一家酒吧见了面 装出一副忘不了她的样子 我勾着她的脖子 轻轻地在她耳朵边这么问她 亲爱的 我想你 你不来看我 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 在酒精作用下 这个男人开始说出了些有意思的话 宝贝 我就知道 你还爱我 之前的不愉快 咱俩都忘了吧 我听得心里只想发笑 原来两条人命在她眼里 只是一些不愉快而已 嗯 我搂着她 小声问道 我听说你娶了孟楠那个丑八怪 我哪一点不比她好 对不起 这都是我妈妈的意思 我不爱她的 我只爱你 我们都离婚了 你爱我有什么用 宝贝 你相信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那天在酒精的作用下 再加上我一步步的引导 陆子豪说了很多劲爆的内容 全都被我录了下来 我们没有上床 但我专门给她灌了很多酒 最后她是被我拖进酒店的 最后她一时快要昏迷的时候 告诉了我关于我爸的真相 家家 我没有气你爸爸 是我妈 都是我妈骗了她 她一着急才出事的 你不要怨我 那些藏红花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知道 也是我妈 她嫌孟男长得丑 又不能冒险生 她说 要是孙子就让你生 孙女就打掉 陆子豪这个杀笔 老毛病还是没改 喝点酒 就什么话都吐露出来了 那天晚上 我差点一时冲动 拿刀子解决了她 但最后 我忍了下来 从头到尾 我都在扮演着一个任由男人玩弄 却还死心塌地的傻白甜形象 陆子豪信了 在她昏睡过去后 我通过一位朋友 找了一个专门从事特殊服务的女士 让她脱光 然后不露脸的抱着陆子豪 拍了很多露骨的照片 加上这段录音 还有这个妈宝男 之前几十张的聊天记录 还有藏红花的照片 我做成一个足足六十五页的PPT 我要给她来个大惊喜 在她和孟男的婚礼上 陆子豪的婚礼 定在了今年正月初六 那天我化了浓妆 然后戴着口罩 舞得严严实实 溜进了现场负责影音的小隔间 我和她没有办婚礼 如今她却办了 多么讽刺 前来喝喜酒的宾客 足足有几百号人 我偷偷听着婚礼现场的人八卦说 陆子豪高高帅帅 又是个暖男 新娘子特别爱她 甚至准备要冒险生个孩子 我听得心里只想冷笑 我跟现场负责播放新人视频的工作人员说 我是新娘朋友 要给他们播放惊喜 还给她塞了些现金和两盒中华烟 然后她很识趣地走了 我顺利把我做的PPT加了上去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 这个男人伙同母亲欺负老婆 逼死岳父 害死女儿后 又攀附贵人骗婚的恶行 当PPT通过大屏幕播放出来之后 隔着攒动的人头 我看见昔日婆婆的脸 气得发紫 而新娘子在目睹了一张自己新婚丈夫 和WW交缠在一起的画面后 当场站不稳 晕了过去 孟家那位领导 脸色也是难看到了极致 在陆佳人冲过去 把U盘拿到手之前 新娘子的父亲 第一个反应过来 冲到了那台电脑旁边 我亲眼看着他拿到了那些东西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几乎全市的人都知道了 孟总找了个狼子野心的畜生当女婿 事发没几天 陆子豪被他的单位开除了 我唯一没想到的是 孟男因为这个自杀了 我只想用这种方式 让他知道陆子豪是什么样的货色 却没想到这个傻女孩 竟然为了这么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我一辈子的愧疚 但也正因如此 孟家一家人 对陆子豪下了死手 他被孟男父母一口气 指控了好几项罪名 孟家关系深厚 最后 陆子豪被判的是无期 至于我的前婆婆 彻底疯了 儿子入监狱后的第二天 这个老太太因为在街头 无差别攻击 无辜路人 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 送进了精神病院 每年的清明 我都会去祭奠父亲 一个人 我会好好的活着 或许将来某一天 我会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拥有一段真正的幸福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